别人的起点是零 只有虞书欣的是负100 看了他采访中的这句话 才知道为啥九五花只有他杀出来了 最近看永夜星和热播 观众再次看到了虞书欣的抗拒能力 可是与他能力并不匹配的 其实是他作为顶级九五花的资源 在情绪有你之前 虞书欣的代表角色只有一个 下一站是幸福的蔡冥冥 但我认识他并不是在这里 而是比这还要早的一年级 在这个综艺里 所有人都因为他嗲嗲的声音说他多 可是他却已经展现出了 比同龄人更强的韧劲 综艺里要拍一个掉薇娅转圈的片段 从来没有掉过薇娅的虞书欣 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就连导演都劝他放弃 直接使用替身上场就好 可是虞书欣不愿意 尽管被勒得痛到流泪 依然要再重来一遍 最终成功拍出来了 可是却被黑子断章取义 直接哭的那段 来说他娇气吃不了苦 正是因为一年级的经历 让虞书欣刚刚接触到娱乐圈的时候 面对的就是铺天盖地的恶意 在他的心里一直觉得这才是正常的 可以说他就是在淤泥里成长出来的太阳花 2022年余书欣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大爆角色 小兰花 因为苍蓝爵够火 恒星引力的存在感够强 从来没人注意到 单看这部剧的班底比同期小花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同样是九五花 赵鲁斯拍的是知否同款作者的星寒灿烂 搭档的是国民小生吴� 甜戏未拍的是心力出品的清清日常 搭档的是路人员爆棚的白进亭 散弹节呢 班底是拍一步扑一步的恒星引力 男主是御龙遭遇低骨气的王鹤蒂 可只有他凭借小兰花成为了2022年的最大黑马 后面有人质疑他饰演的角色风格太扁平 他直接选择了云之雨里的云维山 有人说他不抗拒 所以起今招扑了 他用永夜星河再一次证明了自己 都说赵鲁斯是赵丽颖的接班人 其实我觉得余书欣的心态才更符合赵丽颖的路 别人说他不配 他不会哭也不会内耗 表面上不屑一顾 实际上会用成倍的努力来打破那些流言蜚语 别人的起点是零 只有他是-100 但他成功靠自己扳回到正分 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